你现在听着的轻轻松松九中聚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 点赞,不是点赞 这个说错了 点赞订阅和分享 千万不要点赞我了 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是 帮个片子部正向部浪费冷气 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都订阅了 还有就是这些节目的节奏合听 希望大家分享出去 现在讲一下美国的情况 美国一向有很多唐人 调理龙毛的 就是种菜、种果树等 那些东西 现在有一件事 开始说人们去种 种种草 现在美国的执法当局 注意到免恩州、加州 和新墨西哥州 除了新墨西哥州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地方 都有很多由唐人操纵的 非法种草场 这是《华尔加日报》说的 现在美国有很多州份 食草是合法化的 西岸加州、东岸免恩州 都有 现在有很多唐人犯罪集团 搞这些种草场 他们搞中草场 我认为 就算你做非法事 都是道役有道 不过 现在这些唐人犯罪集团 就很糟糕 这些消息 其实一上了《华尔加日报》 就知道是很严重的 他们拿钱去买些土地 去建农场 其实澳洲也有这样的情况 去建农场 其实它不是什么特别的农场 它是建一个种植棚 里面就种草 还有一些做法就是买些住宅 住宅里面 用LED的智外光灯 又是种草的 Rossalman 说种草要很多岁 但是没有问题 现在他们真的很糟糕 我会讲一下他们怎样糟糕 老实实 我自己认为种草是 只是轻微罪行而已 在美国也好 在澳洲也好 是不是很严重的罪行 如果你自用的话 就是很轻微的罪行 但是当然你种到养殖墙 可以供货给人 这些就可以变成严重的罪行 也多谢大救你的支持 荷里沃说 吃就合法,种就不合法 是不是美国想做国营 不是 他们要拿牌去中 那为什么现在也有人不拿牌去中 因为拿牌有难度 不是你说中就中 而且犯罪集团 现在有些犯罪集团也是很糟糕的 你种草本身已经很赚了 不是 他现在再做多几饭 就是有洗钱 还有 最离谱的就是做贩卖人口 剥削黑工 还有 就是开卖记宅 他变成了一个很庞大的犯罪网络 这些 传统社团会不会做这么糟糕的事情 实际上 我的理解 传统社团也很少做这么糟糕的事情 这些是新兴社团 这些是含家祥 当然是 Scan D 区就说国内都是 国内是严重罪行 国内你自己吃都是严重罪行 其他地方不是 不过很多地方都捉得很厉害 尤其是公司 他会有随机抽氧的检测 如果你有食草可以即时抄 有些工作 不是全部工作都是这样 有些工作是会这样的 好了 那 现在继续讲讲这件事 在缅甄州那里 他叫Pennelscott County 那 他们的警察就在 在小镇Carmel那里 爆了一个 非法大麻种植牆 他那里非法大麻种植牆 有3,400棵大麻 和1,111磅加工大麻 告了两个美籍华人 和两个中国公民 非法种植泛运大麻 他们是怎样被人知道的 其实他们是按摩的 为什么他们是按摩呢 就是因为种草 他们是要开暖牢的 他们不懂的一件事 就是 他们应该是不知道的 就是 你的电费突然之间 用多了很多 其实 电力公司是会报给警察听的 他就 按摩 就是电费 就是电费 就是前一年 12月的时候 就是600元 电费 接着 去到 2022年12月的时候 就是7,000元 就是2021年的时候 就是600元电费 12月 10月是冬天 7,000元电费 那不太厉害了 7,000元电费 那不太厉害了 那 Lang King 88 就说 人口贩子很残酷 其实这些是很厉害的 就是做人口贩子 是人渣中的人渣 现在和 做毒的人 又扣在一起 就是 结果 现在 这些有组织犯罪 都是越厉害的人 越做得住 就是 没那么厉害的人 就是做不住 就是 现在 做很多事情都是 你够狠 就可以继续做下去 你不够狠 就做不到下去 这就是 现在最现实的问题 好 惨 Freder Wong 就说 种草用很多电 就是这样 警察才能捉到他们 Johnny Wong 又说种草 长期开凳 他用很多电 而且冬天的时候 一定是用暖炉 一定是 所以 很瘋 不过 有时 我告诉大家 有时会捉错人的 如果你用电这个方法 我们听过一个案子就是这样 他就是 在家里养天竹鼠 养天竹鼠 冬天也要开暖炉 给天竹鼠 其实养猫也要 冬天的时候 一定要开暖炉 给那些 寵物 那 有些人 就是 他特意在家里的 最顶的一层 或者在 屋顶的位置 放暖炉 他也有楼梯上去 有时 有时 放些天竹鼠 在那里养 如果用红外线 因为他除了 看你用多少电 之外 他还有一些 衛星图 可以拍红外线 如果你的房子 在冬天的时候 屋顶是特别热的话 他也会找人调查你的 其实在外国是这样的 正常来说 都会热 但是 就不会热到 譬如 热到 30度 你养天竹鼠 就要开暖炉 开到二十多三十度 现在说的 涉事 那么 这个温度 就跟种草的温度 是类似的 所以 就会被人怀疑 试过是这样 歪声歪声歪央就说 人在二乡 唐人就不好 也不应该做坏事 一爆出来 就连安分守己的人 都会被当地人排析针对 一定会的 其实 他们现在做得太厉害 唐人犯罪集团 老实说 以前那些邦会的人 没有那么糟糕的 他们当然一定会做 一定会做的 因为一定会有这个需求 但是 他不会连最基本的浴金 都不给人 你老美 如果你最基本的浴金 都不给人 这些就是 你根本就是剥削人 Long King88 就说多数租房子 很少自己的房子 是的 他还有做制度工厂 都是租别人的房子 所以租房子 做业主也是很麻烦的 当然 就是执法部门 接着去检查 就看到发生什么事 他那块地 其实就是 2021年的时候 买出来的 5.5厘 买的是 一间在麻省 许策的建筑公司 这件事 其中一个被告 就向警察说 就在I95线 100里的范围 就是95号 就是公路 很多人去 美国东边 都走过这条路 I95 Interstate 95 他说 我告诉你 这个被告真的是 糟糕 为什么我一定要说这件事呢 就是这件事的被告 就是 战狗格到不得了 我其实也没有办法轻松地说 我想少他数捕 他说我所有中国人都在这里种大麻 你老美 就是 糟糕 这些就是 自己坏的 就要拖人家下水 这条陷家墙 真的是 尼斯培普 这个是 周小姐 他们应该太阳能发电 都不会找我 哈哈哈 不要紧 他们说什么呢 他说 全部中国人都种大麻 你老美 接着修成了一些大麻 就将一些大麻 利用公路向南送 接着就在波士顿 纽约那些地方卖 那么 勉恩州他们的官员 相信 他们的州已经遍布唐人操纵的 非法种植场 这些 你自己被告就好了 不要拖人家下水 这些 所以这些犯罪集团 这些都是 很糟糕的 这些也是 接着呢 在美国的传媒也报道过的 就是警察 就发现 在辩恩州那里 最少有270处的物业 就被唐人拿来种大麻 仆糟糕 而 Edward Leung 之外 还除了用电竞之外 气味还很大 住附近 一定知道 其实是有股味的 真的 你也没有说错 那么 这些新闻不断传出来 美国当局就加强执法 那么 调查就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部分唐人的帮会 这些应该叫做犯罪组织 就和墨西哥的独犯集团 或者国际犯罪集团合作 在Oklahoma 当地自从 2020年年底 已经关闭了1,000个大麻中疫场 其中有9成 就和中国人的犯罪组织有关 那么 Freder Wong 说 神经病 哪里有所有唐人都中 不见我中 他现在这些含家墙 自己失败了 就拖起其他唐人下水 这些真糟糕 这些真糟糕 好了 接着就是说 合法大麻农场里面 都有些违法的活动 在新墨西哥州就发现了 合法大麻中指场里面 都偷人工工资 还有就是贩卖人口 有一个工人在3月逃离中国 接着就经过中美洲去到纽约 接着就被人欺骗了 就在新墨西哥州中大麻 就和其他工人一起受到虐待 他们吃什么呢 就是只能吃冻水冲的即食便冲机 晚上就在地板上睡 没有工工 有工人就说 这个工厂就不当我们是人 那他们为什么走不了呢 就是因为没有车 所以走不了 这些东西 在澳洲的大麻牆 也试过一次是这样的 就是捉了一些 其实是欺骗了 最初不是捉的 欺骗了一些人 就是帮他们去看 那些种大麻的地方 接着又不给人家粮 这些是很贱格的 所以我就说 我一开始就说 这些是很贱格的 Candy虚就说 这些是不关事的 这些是中国人自己坏的 我这样说 可能别人觉得不好听 但是 这些是中国人自己坏的 他们是走去不守法 其实在美国的唐人 绝大部分都是守法的 我一定要说 但是这些就是老鼠事 而且这些就是仆街 那你说 美国议员提出禁止中国人入境 因为肺炎区域 当然有人说 但是 美国的疾控中心都说 没有需要这样做 有些事情一定要分清楚 那些正棍的仆街 是正棍的事 有些事情真的要分清楚 那 正棍分裂员就说 中国人害中国人 我认为都是中国人害中国人的 而且他特意欺骗同乡 这些是很离谱的 其实是 我可以说这些是 华人的败类 是华人的败类 真是很糟糕 那加州也有这个问题 加州也有唐人非法中大麻的问题 那 麦茜邦的治安办公室 现在在查20多宗 全部都是唐人 那些集团手法熟练 可以同时在多个住宅经营仲值场 成员识到合适物业之后 便会搬入设备 那 中大麻至少一年 警察发现之前 就撤出 恢復了物業的原貌 之後物業就在市場買回 住宅息種植牆 每年最多可以有六次收成 年收入可以達到數百萬 數字很大 SAM說華人數量多 有少量老鼠K沒辦法 這個也是 其實我會不會為那些老鼠屎說話 我不會 因為他們太混亂了 如果你中這些牆 老實說 盜亦有盜 你不要去剝削幫你做事的人 你不要找非法勞工幫我中 你最後我是最討厭剝削人的人 那些是最混亂的 那些是 收權就說 美國一年流感都死了很多人 這個是真的 疾控中心也是這樣說 所以疾控中心 現在他們都認同中國那邊的資訊 現在呼吸道的疾病就不牽涉到新的病原體 這個是 一定要說清楚 如果他有冤枉我們 我一定會說他什麼冤枉我們 但是這次是沒有冤枉我們 還有這次 冤枉其他唐人的人 就是那些被人拘捕了那些七分咕嚕 被人拘捕了那些七分咕嚕 他就冤枉了 其他人也有種 去到尾 那麼 Feder Wong就說 中國大麻鏡屋很難買出 有很大的臭味 不知道他們說可以買出去 所以 他們究竟如何操作具體 我不知道 我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就講其他話題 有先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